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文学作品忌讳这个 你写的再好的作品赢得了再多的票房 再好的观众 再多的观众不行 就像那个崔永元批评这个冯小刚 好像表面上看这个 他好像什么友谊说一 说到那个崔永元原来的实话实说 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闹掰了 崔永元就质问冯小刚一个问题 冯小刚就很聪明就逃过去了 他没有办法回答 崔永元就问冯小刚 你拍手机这样的电影 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你会让你的孩子看这个电影吗 不想了 他不想了 是不是 他说我有女儿 我是不会让我女儿看手机的 而且这个手机也不能让我女儿看 因为他会毒害孩子的心灵 那么你自己没孩子 或者说你不让你自己的孩子看 你让别人的孩子看 你这个用心何在 是不是 你一个作品拍出来 别的都不要说 正了 赔了 好了 坏了 咱们都别真 你摸着良心说 你会让你的孩子去看吗 你连你的孩子都不敢面对 你还面对谁呢 冯小刚不想了 他就吃了个哑巴亏 他就说 崔永元就说了很 很那个严厉的话 就是说你站着口水数钱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自己的孩子不能看 你让别人的孩子看 你不是毒害社会吗 不想了 他不想了 所以一个作品 简单的标准 你敢面对你的父母吗 敢面对你的孩子吗 敢面对你的亲人朋友吗 你如果问心无愧 那好了 那你就堂堂正正地站在这儿了 可以谈谈文学了 否则的话你不要谈 就谈别的了 所以是这样的 好 这里面我们话题转过来 就是再谈到这个一个作品 如果我们要写一部大的作品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人物上来 一个大的作品需要什么呢 需要大的时间和空间 我举个例子来讲 霸王别姬这个电影 我很不喜欢 里面有一点 怎么说 有一点 我说的严重一点 有一点汉奸情绪 它有一个细节 我看了非常生气 就是说 一些革命青年在那里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然后有一个 好像这个陈迭一 这是京剧演员 他们从楼上下来 就是英达演的那个人 瞎闹什么呀 你们懂什么呀 好像他们很高明 他们是搞艺术的人 那些热血青年都很傻 在那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就这一幕镜头 我认为把它整个电影 毁完了 这个电影就 基本上就 就 毁了 彻底毁了 因为它在观念上 就 就反过来了 这个 陈凯歌当面 我也可以质问他 这是什么情绪 这是一种汉奸情绪 这是明摆着的 人不能这么想问题 但是我们把它 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讲 它获得了成功 它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它成功的秘诀 就是 它找到了一个 时空上的 一个大的扩展 什么样的时空大的扩展呢 首先 霸王别姬 是不是 霸王别姬就是 楚霸王 是吧 刘邦项羽的故事 这个四面楚歌的故事 不用讲了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 特别悲壮的一个故事 但是它不是旧故事论故事 它把霸王别姬的这种情怀 这个故事 反射到了一个 抗战时期的一个经济演员 两个相爱的男人的身上 是不是 就是陈碟羽演的那个 鱼姬和那个 那个谁 演的那个 演的一个 那个项羽 是吧 演的霸王 张峰义吧 演的那个项羽 两个人 就是说 它产生了一个大的空间 就一个是 当代的 一个霸王别姬的故事 一个是古代的霸王别姬的故事 它借用古代的这个故事 来谈今天人的感受 这个就特别大 这个中国人 常用这样的手法 我在烟村里面 烟村没有名气 这个我在烟村里面 就讲到一个故事 中国京剧演员当中 有个吴翰的 杀妻的故事 京剧当中 有个吴翰杀妻的故事 你们听说过吗 就是王莽 王莽的女儿 嫁给了 这个吴翰 结果呢 这个 吴翰呢 他的父亲 是被王莽 杀掉的 他跟他妻子 也就是王莽的女儿 很相爱 而他的母亲就告诉他 你要杀掉你的妻子 因为 你跟他有杀父之仇 他的父亲 杀了你的父亲 可是这个吴翰就很矛盾 一方面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另外一方面 这个 他的母亲又告诉他 你为了家族的利益 你要牺牲个人的感情 所以这个吴翰杀妻 心里面很痛苦 他拿着宝剑就上来 结果这个王莽英 他的妻子王莽英 是个吃斋念佛的人 最后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 他拔剑自吻 王莽英自吻 这是中国传统的京剧当中的一个故事 那么我在长江边听到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 为了一个地主的女儿 为了一个乡生的一个女儿 打了一辈子光棍 他一辈子都爱这个人 一辈子都 这个人文革的时候就给整死了 他一辈子都守着他 在梦里面都要和他团聚 他一辈子都独生一辈子 我一下就想到吴翰杀妻的故事 这就是一个为了国家 为了家庭牺牲个人感情的故事 因为我是共产党的干部 她是地主的女儿 我再爱她 我都要为了这种观念 为了这种所谓的国大于家 家大于个人 这种传统思想 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故事 和现实当中这个故事 做了一个关照 这个在文学上是成立的 而且这个在文学上 我告诉大家是非常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思路 我们在阅读古文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 古人在写作的时候 大量地用典故 是不是 用典故他不是故意的 这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今天听起来很陌生 看起来很累 但这个东西就 他们平常之间讲这些话 他们很熟悉的 很熟悉这些典故 那么我们不熟悉了 怪我们自己 所以用典的目的 或者说用典故 产生的客观效果 我才发现 它使得人物的时间和空间 使得事件的时间和空间 一下子成几何极数上升 翻了很多倍 是不是 你如果你再讲一个故事 讲来讲去就这么点事 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空间的范围内 但是你一旦举了这个例子 霸王别姬的故事 它一下子落到了今天 也是一个霸王别姬 这个空间就大了 而且没有历史的民族 还得不到这种养料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种 这个时空的这种力量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样的思路 就是我们这个船 我们课堂这个船 我带大家去历史当中 打捞这些宝贝 那么打捞这个宝贝 我就跟大家讲 我最近的创作当中 我的一个思路 我也不用书来讲了 我直接就跟大家这么讲 我在要写的这个竹林气贤 我最后书名还没最后定下来 当中有一个章节 叫天地托孤 托孤 这个章节里面呢 我就写了这样几个故事 这几个故事啊 是我自己内心感受的 因为我学过外语 我知道托孤这回事 在西方不太有的 什么叫托孤 我跟大家讲两个故事 我在作品当中 先讲了两个故事 然后又讲了 我自己创作的第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就是刘备托孤 我还是把它讲的具体一点 刘备托孤 大家看啊 资质通鉴 这个资质通鉴当中 提到 这个 刘备托孤啊 他说 汉主病毒 就是刘备啊 汉主啊 他病得很厉害了 命丞相亮辅太子 就命令这个诸葛亮啊 来辅佐他的太子 就是他的儿子阿斗 以上书令 李延为父 汉主 魏亮曰 就汉主 刘备 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 曹丕 就你的才能啊 比曹操的儿子 曹丕啊 要高十倍 君才十倍 曹丕 必能安国 必定能够安定国家 终定大事 终究能够 完成这个大业 若四子 可辅之 如其不才 均可自取 就如果我这个儿子啊 可以辅佐 你就辅佐他 如果他不才 他没有才能 你就可以自取 就是自己来当皇帝 来取江山 诸葛亮一听 这哪里可以呢 诸葛亮 替契曰 就哭着说 曾敢不结 古红之利 孝忠贞之劫 记之已死 就我哪里敢 不结尽权力 拼尽权力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呢 我一定要辅佐这个 刘产 也就是这个阿斗 这个时候 刘备 就跟诸葛亮讲完了 汉主又招太子约 就把太子 把他儿子找过来了 说人五十不称天 就是说 对不起 人五十不称妖 就人活了五十岁 就不算是妖者了 不算是短命了 人五十不称妖 五年已六十有余 我已经活了六十多岁了 何所复恨 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我都六十多岁了 没什么遗憾的了 但以亲兄弟为念儿 就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们兄弟了 免之免之 你们要 免利 共免啊 勿以勿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就是刘备的名言啊 不要以勿小而为之 不要以善小而不为 为贤为德 可以服人 辱妇得搏 就你们的父亲啊 这个德啊 很薄 功德啊 微薄 不足校业 就不足以效仿 如与丞相从事 视之如父 就是你要跟着诸葛亮 丞相去做事情 要把他当成父亲那样去侍奉 下四月 下四月 魁以 汉主 这个 崩于 永安 就是 四月份啊 这个 刘备就去世了 这是详细的记录的一个托孤 刘备托孤 因为我去了白历城很多次 我对刘备托孤啊 感触很深 我就觉得 刘备托孤 托的是一个什么 托的是一个江山 中国人啊 自古以来啊 就是皇帝死了 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把江山给谁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下面有一个 也是在这个 这个 自治通鉴囊中记得 很重要的一笔 就是这个 曹操的儿子 曹瑞 也就是魏明帝托孤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托孤 这个托孤和上一个托孤 正好相反 刘备托孤 托给诸葛亮 表现了一个臣 对于皇帝的一个忠臣 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经 诸葛亮写了后来出师表 这个就传为佳话 这都不用说了 另外一个托孤是反过来的 曹操的儿子啊 跟刘备的儿子也差不太多 这个没有 不像他们的父亲 严重有问题 他托孤啊 他不放心 他一个养子叫曹芳 才八岁 他把这个曹芳 托给两个人 托给一个司马懿 一个曹操 结果呢 简而言之 这两个人就是死敌 曹操长了大权 司马懿装病 最后司马懿突然 在曹操去扫墓的时候 突然发动政变 把曹操一家人全杀光 最后串了拳 这就是曹瑞 冥帝托孤的下场 但冥帝托孤 写得非常好 历史上记录得非常好 他说 一致入见 就是禁书上也写了 我先把这个故事跟大家讲 就司马懿啊 他去这外面打仗 突然有一天做梦 梦见这个冥帝啊 就是这个曹瑞啊 说你快过来 我要见你 结果他就跑去 他一看见这个冥帝啊 脸色就是像一个死人一样 他就觉得很恐怖 他就醒了 结果醒了以后 果然就接到这个冥帝的 五道招书 一天之内接到五道招书 叫他和火树赶回皇宫 他赶回洛阳 见到了冥帝 冥帝就跟他讲了 就说 拉着他的手说 我以后世主君 就我把后世交给你了 君与曹爽扶哨子 让你和曹爽啊 一起来辅佐我的小儿子 那是他的养子 叫齐王曹芳 芳香的芳 死乃可忍 我忍死待君 得相见 无所复恨依 就死都可以忍 但是我不能够 不见你 我忍着死 我都不死 我死 要见到你 我再死 就是 见到你 我已经放心了 就是你啊 看好了啊 就是那个孩子 他指着这个孩子朝方 结果孩子就跑过来 抱着他的脖子 司马懿就把这个孩子 抱起来了 然后冥帝临终以前说 你不要忘了这个 少主的这个亲情啊 你不要忘记 少主今天对你的 这种亲情啊 就是这种感人的亲情啊 就是说 这个小曹 八岁的小男孩 抱着你的脖子 你将来不要忘记这一天 这个是记录的很详细 最后 脱姑完了以后 曹瑞就闭眼了 结果这个司马懿 装病 最后把曹家 一家人杀光 串了拳 想想看这个司马懿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所以非常的深刻 那么我就写到这个脱姑 我就发现这个历史上 这两个镜头啊 非常的有象征意义 它包含了我们中国人 很多的家仇国恨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简而言之 曹爽是个傻瓜 他掌握了大权之后 拼命地 把皇宫里面的什么珍宝啊 什么古丸啊 拿来玩 把这个皇帝 原来的这些歌姬啊 美女啊 遭到他的宫廷里面 大兴土木 享乐 就跟现在那个贪官污吏似的 有点机会 赶紧就充分响了 过把影就死 曹爽也是这样 就是过把影 最后司马懿 装病 装成了 最后他们去夜灵的时候 突然把这个桥就断掉了 把这个浮桥断了以后 发动争变 最后曹爽 傻乎乎地回来了 他说 司马懿写了一封信 说你只要回来 就让你当一个富家子弟 保证不杀你 回来就把他杀了 司马懿说 我指着落水为事 指着落河的水发誓 回来不杀你 回来就把他杀了 这个 所以一个人啊 一件事情啊 要指着天 指着地发誓 这个人往往就 不可信 我告诉大家 不可信 真正可信的人 他不发誓 因为这个做人要讲 信誉就是本来的 做人的基本道德 有什么发誓的 我说好的事就要算数吗 我对天发誓的人 都靠不住 司马懿指着落水为事 所以这个人是什么人 我认为中国文化当中 很多病毒啊 都是从这儿传下来的 这种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杀人越货 这种狡诈 这种装 这种 我觉得这个人很可恶 简而言之 我就看到了脱姑 对我特别有启发 脱姑啊 我写了 刘备的脱姑 和曹瑞的脱姑 这两个故事之后 我笔锋一转 写到竹林里面 我就发现竹林七贤 像山涛 像阮记 像姬康 这三个人 有记录的 他们都是 就是少姑 中文当中 少姑啊 就是幼年丧妇 从小就没有父亲 从小没有父亲 他们就很孤 但对他们的性格 也有影响 所以我就有产生一个 一个灵感 算是 我就觉得 他们也是孤儿 但是是天地脱姑 也就是说 天地把这些孤儿 托给了人间 如果说曹芳 是曹瑞 托给了司马懿和曹爽 阿斗 是刘备 托给了诸葛亮 那么竹林七贤 是什么人 托给什么人呢 是天地托给人间的 理解吗 也就是说 这些皇帝托姑 为了什么 为了他们继承江山设计 为了他们继续当皇帝 传的是江山 还有一个更大的托姑 天地把这些 有理想的人 托到了人间 让他们干什么 让他们完成天赋使命 天赋使命 就像哈姆雷特一样的 哈姆雷特的父亲死了 告诉他干什么 你要拯救国家 扭转乾坤 所以我就写了天地托姑 这个竹林七贤就发现 五辈奉天地的使命 就是天赋使命 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活 我们在竹林里应该怎么办 于是他们就想到 要弹琴 要唱歌 要留下正义的声音 留下在天地间 堂堂做人的光辉形象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他们超越了前辈 因为封建帝王 只想着家族的江山 只想着当皇帝 传江山 我传给我的儿子 儿子传给孙子 可是竹林七贤 他们这种天人 有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有这种天赋使命的 这种情怀使命感 使得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他们才是真正的 值得尊敬的人 让我们去思考 让我们去学习 好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